昨晚天津全界乒乓球队做客济南三笔击败了山东武能队 在平朝联赛半城收关的关键时刻 球队展现出了迅猛向上的势头 作为平朝联赛的半城收关战 天津全界上下对这场比赛都非常重视 毕竟对手山东武能阵中拥有方国 上坤两人打架 而且他们本赛季表现不俗 排名积分榜刺激 实力不容小视 对于天津全界队来说 本赛季打到半城 面对积分榜前列球队时表现都不好 输给了领头阳山东卫桥 也输给了并列第三的八一 此次面对山东武能 全界队希望用一场胜利来为第一循环比赛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马龙率先出战 尽管过程艰苦 但在决胜局中 马龙以7比0完胜上坤 以3比2为全界队先拔头筹 随后马特0比3输给了鲁能第一单打方国 关键的双打比赛里 程静奇 刘丁硕 以2比0完胜对手 第四盘 在双方第一单打的强强对话中 马龙3比0完胜方博 全界队以3比3 3比1获胜 其实平常大家这种水平 今年还是非常接近吧 也不完全是谁一二三 可能我觉得我们还是认真做好自己吧 然后每一场比赛都全力也不去打 然后今天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不错吧 赢下山东武能 天津全界也超越对手 攀升到积分榜次席 这也是第一循环里 全界队面对积分榜前三球队获得的第一场胜利 在即将开启的第二循环比赛中 全界队将迎来领头阳 山东卫桥和排名第四的八一 在这种关键时刻 客场赢下山东武能 大大提振了全界队的士气 也为球队向着更高排名进发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面的每一场球都是我们的目标 以及我 本周六 天津全界将坐镇主场 迎来领头阳山东卫桥 如果能够击败对手 将进一步缩小积分差距 也会为超越对手创造良机 在本轮其他场子的比赛中